话说某天在北京最繁华的CBD大街上走来这么几个老外 但是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 难道他们就没发现这中间有大名鼎鼎 帅得一塌糊涂的偶像巨星基努李维斯吗 当天剧组要在这里拍摄男主角陈虎 骑走电动三轮的一场戏 但是意料当中会出现的围观情景并没有出现 不过导演李维斯斯部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 早就全新投入到拍摄当中去了 接着激怒李维斯又带着剧组跑到北京郊区农村拍戏 在这间屋中他看完城湖的表演后不太满意 便开始现场说戏 又来来回回连战带墩看镜头找角度 没想到一不留神就着了道 在片中陈虎扮演武林高手陈灵虎 这次要拍一场他回到农村老家的戏 导演基努李维斯并没有过多干涉他的表演 既不说话也不比活 对城湖的表演充满信心 程湖回到内地拍戏 心理状态极为轻松 拍这段戏简直不费摧毁之力 程湖的表演无可挑剔 不过导演对扮演母亲的演员 却提出了要求 你上回买的好 对 上回买的不好 那本来又说又干 就不要太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见了这位大帅哥导演过于紧张 演员一不留神 还是说错了 你可回来了 你上回还不受我 城湖倒是相当配合 不厌其烦几番折腾下来 这段戏才算拍完 妈 我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你又瘦了 这条也好 你上回买的好